欢迎回来,正所谓名师出高徒,带您看到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的徒弟吴子敬 在第三届法国世界面包大赛中拿下了特别奖 高雄市长陈菊特地前往道贺,并且将他的得奖面包正式命名为高雄风潮面包 希望推广成为最夯的伴手礼 就是这一位道地龙眼蜜香气的风潮面包 让评审大为经验,更让吴子敬勇夺第三届法国世界面包大赛前面包项目特别奖 他们都很惊讶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那当然就是在他们四次结束之后也有主动的,评审主动的来跟我交流 关于这个面包的制作上的细节 高雄市长陈菊特地到店里祝贺,还赠送大辽红豆和内门的龙眼干 希望他再接再厉,开发出更多特色面包 我们也希望吴子敬未来他的风潮面包 也是高雄让大家非常喜爱的伴手礼 回应陈菊市长的期许,凤梨面包将是吴子敬的新城市 凤梨就是大家都拿来做凤梨酥嘛 那在面包的部分跟点心的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把,希望我可以让大家吃到说 凤梨原来不只可以做凤梨酥 那也可以做面包甚至点心 法国世界面包大赛 今年有15国15支队伍参赛 吴子敬能够脱颖而出 更让世界见证台湾的烘培实力 新唐人亚帝电视,吴博旋宁宏观 台湾高雄报道 绝迹电视 吴博旋宾